自己的厂区自己导览 台塘花东区处努力摆脱百年老店的形象 特别针对了近几年来新晋的人员 开设厂区导览解说研习训练的课程 不少新晋的菜鸟深入了解厂区的历史严格 机具设备以及植物生态 未来也能够得无当一面 推出厂区导览解说的服务 从花塘制塘产业历史严格 厂区寄居设备到植物生态 参加这一堂导览解说研习课程的花塘新晋人员 跟着讲师仔细认真的观察与学习 收获满满 来这边收获应该还不错 像我手上的这个是 海 海青纱 这很特别可以做成花圈 刚老师有做介绍 所以就随手才来可以做植物 也是古时候的婆婆妈妈 会来当刷子 刷锅子用的 所以其实也对 用大自然的生态 然后去取代一些现有的器具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东西 这级的厂区 这级导览解说 台塘花东区处也特别为新晋人员 开办导览解说训练课程 希望未来也能够提供厂区导览解说服务 成为厂区导览解说的生力军 因为像我们堂厂里面导览解说非常的丰富 其中包括那个像寄生风 然后还有那个日式木屋 然后还有那个自然DIY 还有我们的那个包括烟囱啊 还有各方面的积蓄 就是还有包括我们那个堂厂 现在非常富有的那个机械设备 对都是都可以让民众一起来参观 这样子对增加他们的丰富性 在这边不是只有持冰 还有富含的知识性 台糖华东区处随着员工借铃退休 近三年来也积极进行新旧员工的更替 由年轻新鲜的加入 也转化了台糖企业人才管理的方向与目标 长区导览解说人员的训练就是其中之一 最近几年都资深的员工都陆续在退休 所以我们原来有15位解说员 可能过几年以后就不会就会不够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新进的员工 那新进员工呢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传承 自身员工的解说的业务 2009年台糖停止制堂产业后 各区处也积极转型 华东区处也朝向观光旅游产业来发展 并招聘将近20位的年轻新生力军 为百年老店注入新活力 希望再创台糖新产业高峰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